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浦东的香格里达酒店 那接下来我们先去查看 我把刹车踩坏了 这车就送了 如果送我的话回头就把它给拆了 刚刚其实本来可以在车里面说 但是车里面也太晃了 然后稳定器已经没法工作了 所以现在我们场地里呢 我们是试驾了一下这个搭配米其林进驰4SUV的人胎 也就是专门给SUV准备的一个人胎 然后试驾的这个车型是宝马的X3 那整体体验下来 不管是急刹车还是急转弯 确实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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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中心 那这一块呢 它本身就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想要体验保湿街的车型都可以过来体验 这边有赛道什么都有 那上午我们体验了两个项目 用的车都是911 第一个项目的就是我身后这一块圆圈 这个就是一个低摩擦力的环形的一个赛道 它其实就是体验飘移了 那我实际体验了一下 因为911这个油门还是不太习惯 有点太大了 个人感觉 所以说就各种甩尾翻车 然后第二个项目就是地板油加这个击刹车 整个推背感直接就干到8000转 整个推背感还是非常屌 但是这两个项目都还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大餐这才开始 这就是我的世界 这就是我的世界 刚刚刚体验完了 整个感觉呢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不一样 首先呢我们坐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跟坐在地上一样 整个人完全平的 然后因为这个是不能临时去调整这个座位 座位的这个舒适状态 那理论上这些赛车手 它都会调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位置 但现在我们时间紧迫所以就没有去调 那现场呢我们只是用几块泡棉啊 给你充当一下 如果你觉得不太舒服 你就加一块泡棉 现在已经又有人起步了 所以我们等他过去 那在开整个开动的过程 首先起步我说一下 起步因为它是有离合的 所以说开惯自动挡的朋友呢 可能一开始会有那种 不断的这样 顿挫点头的这种现象 但是你只要挡位加上去油门采购的话 就慢慢就会没有 然后直到的这个加速体验非常的棒 这个棒不是说那种推背感 而实实在在的那种速度 就感觉你跟这种速度是一体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坐在那种跑车里面那种 你感觉一脚底板游下去那种 弹射是起步是两个概念 那么这里也非常感谢米其林 给提供这个机会给我 让我体验一下这个F4的方程式